对于男人的腰痛症状,人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肾虚导致,虽然肾虚确实会是腰部疼痛,但也不绝对都是肾虚造成了。 导致男性腰痛的原因有很多种,不可全都判定未肾虚,还有可能是以下几种原因或问题造成的。 一,过度劳累,如果平时常常有加班熬夜,睡眠正量差,也是不规律,过度劳动等情况,可能会使身体产生了性疲劳,长时间保持这样的状态,就会出现腰痛的症状。 二,腰肌劳损,当身体处于长时间的暂力,会使腰部肌腱与震态的伸展能力下降,从而引起局部乳酸堆积太多,腰肌的正常代谢就会受到抑制,导致腰痛的发生。 此外,还有常常被众物对腰部负担较大的行为,都可能会导致腰肌劳损性腰痛。 三,坐姿不当,坐姿虽然舒服,不过坐姿不当的话,也会有腰痛的症状,很多错误的坐姿,都是弯着腰,或被靠在凳子上坐着,长期保持腰痛便会跟随着你,如果想要缓解症状,就要改善坐姿,做得正点。 四,泌尿系统感染,当男性出现泌尿感染的时候,也会造成腰痛,而泌尿感染的症状表现有腰痛,腰酸,或者严重时有尿痛,尿瓶等。 如果这种情况不去及时进行,最终可能会导致膀胱炎,前列腺炎,或是不愈。 五,腰部疾病,当患有腰椎疾病的时候,也会出现腰痛的症状,腰椎病年轻人也会有。 并不是只有中老年人才,有患有腰椎疾病,而他拨过的疾病有腰椎肩盘突出症,紧住损伤,腰椎管狭窄症等,这些病情表现都会有腰痛的症状。 六,肾结石,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,其实肾结石也会导致腰痛,这一种腰痛又会比较特殊,当肾结石引起的腰痛,它的位置是在腰部以上,会比较高一点。 如果结石不动,就像偶然型的腰痛,当结石动的时候,这个痛感就会加剧,还可能会让人站不起来。 七,乱服用壮痒痒,有些男性可能经常都服用一些壮痒药物,但是这种药物的滥用对身体损害很大,不只是会出现腰痛的症状, 还具有勃起不退,过度敏感,头晕,不遇等危害。 所以男性朋友们,不要只想逞一失之欢,论用药。 最后,对于男性腰痛的情况,比较建议的是平时腰部要注意保暖,不过过度劳赖与负重,在疼痛的时候可以给腰部进行适当的按摩,热敷,还要多运动。 影响腰部,腰痛,湿气重,肾虚,减肥,高血压,高血脂,糖尿病,肝病,皮肤病等等,怎么调理最有效。 看爱多每天为您推送各种专业,去为了个健康之时,帮您识破健康谣言,走出用药物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